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末法时期 真佛难求 心魔到处有 希望大家好好的克制自己的心魔 不要被魔障所缠 因为末法时期 不好好学佛开悟 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解脱 学偏了都会在财 色 明 识 税当中活着 累得不得了 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精进修行 才能知道怎么样不着魔 才能真正找到本性中的佛 因为你的懈怠 因为你的不精进 才会导致你很惭愧 做错很多事情 精进是防止倒退 防止自己懈怠最好的一个方法 天天磕头 天天念经 努力得不得了 这个人就不会被魔所轻 为什么西方劣池路上不拥挤啊 答案 因为在修行路上 伪善雅斯的消失一批 二 协制协定的调队一批 三 离经求法的病倒一批 四 没有政治正变的迷失一批 五 亲人反对学博消沉一批 六 朋友阻挠了退缩一批 七 自己盲修家恋战务一批 八 肝膽不去修行淘汰一批 九 学了没有践行运留一批 十 自以为是成就作废一批 结局 道心不退 连时还会 坚持别人不能坚持的 才能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修行 就是不开心一批 嗯 非常好 讲得非常对 就是完全正确 所有的理由 你是只有十条 我可以举出一百条理由 可能是一千条理由 你都可以说我有理由不学 但是你要是经济学习的人 一条理由都没有 我只有一个 两个字 精进 什么困难都能排除 成功了 哦 咱们 搞探订了 哦 咱们 搞探订了